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給大家示範 就是怎麼樣拍這個夜景 那麼 拍夜景的話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它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設定值的部分 我現在把光圈 你看得很清楚嗎 這個光開起來 清不清楚 我現在光圈的部分呢 是把它開到最大就是3.5 然後呢感光度的話呢 感光度 我把它調到100 那秒數的部分呢 我們一般是 譬如說 一般譬如說我們拍 陰天差不多100可以 那 因為晚上的話 又比較遠的話 我會把它開在2秒試試看 這樣子 那為了避免光害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 這盞燈給關掉 好 那麼關掉以後 你們大家看不太到我 因為肉眼的話 可能看不太到 OK 好 那麼 首先呢 重要的話呢 是 要 呃 要那個 要那個叫什麼 用三角架 但是我 因為這邊有一個 一個樓台 所以我就用這個樓台 來做齁 然後 瞄準我需要拍的東西 靠好以後 因為它是2秒 好我們就來試試看 2秒 按下去 它有2秒 所以2秒之間是不能動的 好 OK 我要按快門 好 這就是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到嗎 攝影師 這個錄影師這裡 好 等一下我會把它PO上去 OK 我們再來試一張 好不好 再來試一張 再來試一張的話 是 完全不動 就是我剛剛有稍微有點斜斜的這樣 那我現在是 完全就放著 它不 完全不動的 情況下 呃 有點混 我們換 換在這個地方 好 不動了以後 2秒鐘 好 這個是結果 我 就也還可以 好 但我覺得 最適合的 還是要用腳架 OK 那 今天呢 就 給大家 就是說 示範拍夜景的部分 單眼相機它可以紀錄的比較多 而且 層次也比較多 比較可以玩的地方 比較多 OK 那就先這樣 好